美国是当今世界毋庸置疑的第一强国 仗着自身先进的军事实力 惹是生非有恃无恐 最近又搞出一个动作 据参考消息7月27日消息 26日美中议院通过了一份包括部署太空弹道导弹跟踪拦截系统的国防预算 总金额高达7160亿美元 并表示将在2023年前完成 这是今年6月特朗普声称要创建天军以来美军的实际举措之一 其目的在于改变美军现有结构 保持与俄罗斯等对手的绝对差距 特朗普的这一举动可谓引起舆论哗然 早在人类接触太空初期 国际社会就曾规定禁止各国在太空部署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特朗普这一举动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打着导弹跟踪南极的旗号 肆意践踏人类底线和公知 也是彻底打破现有国际社会战略平衡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更是一个坏消息 美俄两大利益集团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美国此番一改常态大力发展天军 俄罗斯势必不会善罢甘休 军备竞赛将会进一步加剧 最终的结果将从上世纪90年代一般 两国都受到巨大伤害 美国人的野心还远不止此 除了要大搞天军外 还准备研制只需140名舰员开动的 15000吨科幻战舰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不过梦想终归是梦想 原先建造32艘的进化 国会也仅批准了三艘 还事故不断 美军此番发展天军 估计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仅科研难度就够让美国吃一无了 我们且看美国如何收场 西瓜视频给你新鲜好看